咖啡房選回覆 夏天容易頭暈腦障 媽媽也要記得補水 媽媽都會很在意小朋友 就是水分吸收夠不夠 所以到公園的時候 我都會幫他們餓飽 吐飽 準備他們的水壺 有一次我帶到公園的時候 好渴 好渴 他們自己有水壺 那就覺得真的好渴 又不能喝他們的水 結果發現媽媽其實也要很注重 關於水的問題 很多媽媽帶小孩 完就頭昏 腦障 頭痛 她以為是因為帶小孩壓力很大 殊不知其實那是因為 她的身體都在缺水 那怎麼辦 所以當你幫孩子補充水分的時候 記得自己也要多喝水 而且你可能在生小孩之前 沒有像現在一樣 每天到大太陽下 或者是戶外運動這麼久 因為你生了小孩 你就跟他出去外面 你不曉得你人生 其實可以流很多很多的汗 那這個時候你補充水分 就格外地要自己 強迫自己去喝一些水 那但是有些媽媽 她就會說 那個我不太習慣喝白開水 我就加點這個加點那個 那基本上我們還是要特別提醒 這些含糖的飲料 尤其當媽媽 你的整個鈣質開始往後 被寶寶吸掉了嘛 所以你的牙齒是很脆弱的 對 然後你又在那喝含糖飲料 那你的蛀牙之後就慢慢發生 這也是不意外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 能夠喝白開水就喝白開水 當然如果裡面要加點味道 比如說有一些不含糖的 什麼黑豆水之類的 都可以 那但是就是要記得挑選健康的 喝的飲品 聊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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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